对于游戏来说 你们认为是画面重要还是好玩更重要 我认为游戏好玩更重要 画面好可以加分 甚至可以加很多分 但是游戏好玩是根本是基础 那现在为什么很多游戏都在比拼画面 什么4K 8K 120帧 显示器都360赫兹了 这些都是正当吗 游戏开发商 其实他也知道游戏好玩更重要 但是要把游戏做得好玩 这个很难 而且有相当多的运气成分 但是如果要把画面变得更清晰 细节更丰富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可控 而且比较简单 用钱砸就行了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手机 续航充满一天都很难 这属于技术瓶颈 但是手机厂商会另提西径 虽然待机时间短 但是可以用快充来弥补 100瓦的快充 200瓦的闪充 统统安排上 10分钟就能充满 看你还有没有续航焦虑 再比如 现在的手机功能早就成熟了 即便是苹果也没什么新意了 但是为了保持高溢价 每年出的新手机 都在疯狂的堆摄像头 堆厂商来说 提升拍照和录像水平 相对来说比较可控 但是我们买的是手机 又不是照相机 谁没事天天拍月亮 从某些角度来看 这就是潜力极穷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经常用某款听歌软件听歌 从来没买过会员 音质都是普通的MP3 前两天我花了15块钱 买了一个月会员 可以听那个SQ无损音质 还可以试听叫什么 真品母带 听了之后 我发现确实有10%到20%的提升 后来我发现 买会员之后 有一个叫杜比专区 里面有一些歌单 我听了一下 说实话 真听不进去 音质虽然好 但是不是我喜欢的歌 如果要让我选 我更喜欢听 自己收藏的那些歌单 即便是用普通音质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前两天无意间 看了CCTV6 直播的高清复刻版的 新龙门客栈 是张曼玉和林青霞主演的 那个高清画面 自然没得说 字幕也变成了简体 但是我看得相当悲催 因为配音是重新配的 声音虽然很清晰 但是那个感觉 那个味全没了 甚至连那个BGM 背景音乐都换了 变得平淡无味 更可气的是 还有很多删减 很多细节都被和谐掉了 这就好像 以前吃的那个是野生鱼 现在变成了个头更大 更好看的养殖鱼 虽然都是鱼 但是味道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1993年 同样是CCTV6 播过这部新龙门客栈 当时我在上初中 同学们让我用录像机 录下了这部电影 结果每个周末 同学们都会来我家 看一遍这个新龙门客栈 所以里面的台词音乐 我记得很清楚 如果之前没看过 原版的新龙门客栈 直接看现代的这个高清和谐版 我估计它会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不会太高 简直是两部电影 这两个例子可能不是很贴切 但我想表达 电影好不好看更重要 一部好看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即便是在显示器上 咱不去电影院 甚至手机上看 看得也很爽 比如父母爱情 游戏好不好玩更重要 一个不好玩的游戏 即便是把它变成8K120帧 你觉得它会变得好玩吗